大家好,我是Stan Emi死前成为Gini会不会加入YG娱乐的子公司The Black Labor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昨天有韩国网友在网上发文说 离开GYP娱乐的Gini开设了埃及账号 而The Black Labor的制作人追踪了Gini的账号 所以Gini应该就是要加入The Black Labor 而对于记者们的询问 The Black Labor则表示 等确认事实后会告知的非常谨慎的回应 因此就像网友们发私讯问的一样 这件事情在韩网也引起了热议 Gini联系生做了很久 跟Susmin应该关系也很好吧 是要跟Susmin一样做了出道吗 不过制作人追踪了1400多个人 可能只是昨天新出的账号有话题信 所以就追踪的吧 The Black对媒体说正在确认 而不是否认 应该就是去The Black了 因为退团还以为不再做艺人了呢 真的要做艺人的话 为什么要离开GYP娱乐呢 不过一开始就觉得形象跟那边更适合 如果真的去就太好了 不管是什么理由 有姻缘的粉丝们还是刚出道的新人组合 这样退团再活动的话真的是不能理解 The Black正在准备女团 是要加入那里吗 如果是真的 Mix粉丝们应该会很伤心吧 她是对内的诅咒 所以退团的时候大家都觉得 应该就是觉得跟演艺圈不合而已 有粉丝会想到再次出道吗 如果是我的话真的会很困惑的 Tiona也已破命你重新出道了 没有理由不能出道 加油 就算不是The Black IG一天就突破100万 不管是谁都想要带走的 况且在大型经纪公司做了7年的练习生 实力也是非常扎实 所以对于The Black Label的制作人 追踪基尼的IG账号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歌手Seven与演员Idae宣布结婚了 3月20号 Idae在网上发文表示 大家好 我是Idae 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马上要结婚了 我跟Seven八年的恋爱 长口终于结束了 5月婚礼的季节 我们即将洗劫廉礼 今天在这里 以这种形式公开这个喜讯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两个人交往了8年 大放 看这样交往很久的情侣 就觉得很棒 要幸福 不过两个人怎么都不老呢 Seven跟以前完全一样 恭喜你们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推卸责任的Exo Kai 以下是Kai与GQ的问答内容 平常整体的风格造型会反映多少Kai的意见呢 我们会通过多次的会议决定服装风格 不管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因为是我的solo专辑 是我的意见 但是粉丝们不太喜欢的时候会感到很伤心 那个时候我就会假装不是我的意见 这是SM的工作 绝对不说事实就这样过去 穷衣呢 这个有点那个 是吧 Kai不给这样笑 说完试完后 哈哈笑的样子怎么这么可爱 越诚实越有好感 看着他不知不觉就会跟着笑 所以有年次的组合或者是solo 如果风格概念不满意的话 也不可以请你妈公司 Kai的言行都好漂亮好可爱 所以是没有阻止的SM做错了 对 就是没有阻止的SM做错了 就一切成功的 诩big粉专辑 我看到 卸回一下 chãy有语言 其他许多字谈码 我说你 很能让你 在阳 我什么 我说你 我说你